我 你冤枉他了 你冤枉他了 爹 你有铁症吗 我跟商科大夫仔细谈过你的伤口情况 并不是金无命那把剑所造成的 剑刺入的方向角度 跟金无命的剑法完全不一样 你冤枉他了 既然孩儿冤枉了他 就应该向他赔罪 暂且不提这件事 我叫金无命 暂时不要过问帮中的大小事务 一方面 是想试试他的忠诚 另一方面 也想引诱这个凶手找上门来 他最终的目标是您老人家 倒也未必 我身边少了个金无命这个威猛杀将 那位神秘剑客的行踪 可能会大胆一点 菲儿 千万记住为父一句话 您可与天下为敌 也不要与金无命为敌 听爹这么一说 孩儿倒有些不服气 他并不是有多么了不起 菲儿 如果你一心要与金无命为敌 你一定会后悔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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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柜的 您有什么事啊 请问金红仙子住在这个地方吗 您找杨姑娘 这 这两位就是杨姑娘的侍女 姑娘 这是金钱帮的帮主送来的拜帖 谢谢 有劳帮主酒后 没罪呢 请坐 谢帮主 难怪人称姑娘为金红仙子 忽然是貌如天仙 忍辱其名 帮主起了个大噪 不该是为了来夸我吧 杨姑娘身手快 暗器快 脑门子也快 更加是快人快语 那么金红 自然也就直话直说了 前几天 你叫小二传话说 你在京的这段日子 本帮要停止一切活动 以免妨碍了你的游性 这种近乎威胁性的词语 不要说金钱帮了 任何一个小门小户 也没有办法接受 不过呢 我上官金红却接受了 原因是 金钱帮在京市有买卖 算是做客 做客里让行客是理所当然的 再说 令仙翁过去在标好二三十年 与本帮许多人都有过来往 所以金红就接下了姑娘的重话 若说是重话倒也未必 只怕水令郎传话时失去了原意 不过不管如何 我还是要感谢帮主的好意 杨姑娘亲力迢迢来京 必有所动 我上官金红不想探人隐私 但是仍然不免要问一句 你要本帮主停止一切活动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这么做 对本帮有什么好处 我欠帮主一份情 来日一定报答 一份情 好 好 这份情 比起金银珠宝来 还要贵重 可惜 我上官金红 无福领寿 但前日小儿子暗向遇袭 凶众已见 幸好延一及时保住一命 但四名手下则横尸当场 昨日 金无命两名手下又被杀了 所以本帮要全面出动 追查凶手 所以特别紧姑娘前来 就是想跟姑娘发生招呼 任何人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要追查凶手 这是合情合理的 果真是琳琅悟传了我的原意 我的意思是 当我出手行动的时候 金钱帮的人 不要爱我的事 杨贵 胡语说得好 出外靠朋友 如果姑娘此番来今 是为了寻仇血恨 本帮会全力帮你 不受仇了 如果为了财富 多谢帮主 我杨贵独来独往 从来不拉帮举重 昨晚你的爱将留宿客栈 李大侠不愿客栈再现血光 我这四个侍儿彻夜行事 我也没有睡好 我还要回去睡个背笼觉 失陪 好一个狂妄的丫头 是谁为她撑腰 梁王尽是叹花了 寻欢 她来了几个人 一个人 好胆子 要她进来 我这么多的女孩 她刚才有请 她不远 我来不客气 我不是为了我 是这样的 可以做个人 她的爱人 对她的爱人 对她的爱人 她的爱人 是因为她的爱人 不是她的爱人 是她的爱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要我一吆喝 大批武士就会冲出来 到时候恐怕你的飞刀不够用吧 你不妨叙事开 只要你一张口 就永远也合不拢 带路 你们两个到外边去 是 是 开座 没有钥匙 有所怎么会没有钥匙 为了防止意外 钥匙都丢到井里去了 这么说 你们是存心不让驸马离开此地 嗯 驸马爷 我是奉太后的遗址 就你出去 快跟我走 是同一个人 是同一个人 你是说 连续刺杀本帮六个兄弟 刺少帮主一剑的 就是他 他的剑身极薄 刃口也极为锋利 他的剑法 都是横向切割 一看伤口 就可以知道是他 李大侠 你是怎么遇上的 他刺伤少帮主 故意留他活口 是想挑起 我与少帮主之间的不和 他刺伤李大侠 又是为了什么呢 当时我扶着他 离他很近 冷不防他横剑次来 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将他从一间秘食中 救出来的 大哥 你刚才 我昨晚酒喝多了 什么东西都没吃 我到殿堂去吃点东西 李大侠 多注意休养 还好只是皮外之上 多谢金凶关心 慢走 大哥 你刚才却有云王府 当时我押住云王 逼他带我去密序 我老是这么粗心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居然救出一个冒牌的驸马 那个杨晏 跟云王一定有勾结 他们是否有勾结 我并不在乎 只是这件公案 牵纸到新王 就非常棘手了 他难道不怕 他是皇上的亲儿子 再怎么说 驸马也是个外人 皇上不会因为这个事 而砍他脑袋 况且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找到 什么确切的证据 他可以否认的 小红 你去一趟紫禁城 找张公公抽空过来一趟 但杨晏那边 不动声色 大哥 你是受伤进来的 店家也看到了 恐怕 瞒不住他 紧走江湖 不是你伤人就是被伤 这是常有的事 小红 快去吧 小姐回来了 晚辈龙小云 向金红仙子请安 小小年纪 如此彬彬有礼 真是难得 刚刚啊 我看她在院子里面 东张西望 就前去询问 后来才得知 她就是龙小云 我们聊得很开心 她也想见见小姐 所以我们就在下棋等您了 她今年啊 才刚满十岁呢 晚辈冒失 请仙子恕罪 不必多礼 刚才信儿说 你在院子里 东张西望 是要寻找什么吗 哼 听说小李飞刀 受伤挂彩 所以想来一秀 血腥味 以李循欢跟令堂的交情 你不但应该 尊称她一生李叔叔 更不应该说这种 幸灾乐祸的话 哼 羡慕岂会跟那种江湖人物 有交情 怕是不传 你父母双双遇难 历人万喜 不过李循欢有情有义 也算尽了权力 他希望能找到你 把你抚养长大 哼 一块有情有义的招牌 就骗尽了世人 连仙子这样冰雪聪明的人 也在帮着小李飞刀讲话 我深深明白 武林中讲究实力 我一个十岁的少年 想血淹难 想复仇更难 不过先父的死 小李飞刀要负责 先母的死 她也要负责 血债血偿 这是我的誓言 打扰仙子清修 晚辈告退了 馨儿姐姐 如果去对面客栈 找阿飞叔叔的话 我们在下吴子齐 今天多谢你的款待 告辞了 小芸 馨儿 我不许你跟这个孩子来往 小姐 她只是跟小李飞刀有恩怨 跟我们是毫无牵扯的 这些年来你见我怕过什么 毒蝎子 毒长虫 毒蜈蚣 在我袖子里钻 在我被窝里爬 江湖上的歹毒人物 有谁在我的眼里 可是刚才这个龙小芸 却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的吉兰谷直冒冷汗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她是一个小魔头 魔头都长得一副 猙獰的脸 而她 却长着一张天真无邪 同志的脸 杏儿 你一定要远离她 恭迎太后 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免礼 谢太后 哀家一听说父母有了消息 就赶紧出宫 大白天 免不了惊动许多人 我听说李相公受伤了 要不要派太医替相过疗伤啊 皮肉之伤算不了什么 魁禀太后 经过多日的查访 已经得到初步的消息 驸马爷仍然还活着 哦 那太好了 人哪 人还没见到 不过 有一点可以告慰德安公主 驸马爷并非卷款潜逃 而是遭人携取 而且 据小明所据 那五万官定仍在库房之中 也就是说 还在密室之中 分文畏惧 不过 李相公有何要求 直言无妨 太后征兆 乃是小明之信 又岂敢有什么要求 况且 驸马爷为人正直 尽忠职少 要拯救这种人 乃是维护公义 伸张正义 小明 离当全力以赴 只是回太后 这件公案 小明已经查不下去了 有何阻拦 试涉云王 驸马爷是造云王的挟持 试涉王爷 可要有凭有据 别说你担待不起 就是太后 恐怕也担待不起啊 今日小明已经见过云王 而且王爷 也承认驸马在他手上 而且他还扬言 只要驸马爷 交出密服的钥匙 他就会放了驸马 难道云王 是为了那五万官邸 回禀太后 以小明的推断 就算驸马爷交出密户的钥匙 也难保姓名 来 厉谈话甚言 小明身具 此时亲手王婿 动摇朝廷 资势体大 所以小明 向太后告罪 小明无力 拯救驸马于水浓之中 可怜我而得安 她怨屈伸张不了了 得安公主 喊冤收入 驸马爷喊冤收累 就这么算了吗 回禀太后 小明要遵守王法 又不能以江湖的方法 去处理此事 万一王爷前去告狱状 皇上龙颜大发 不但小明性命难保 还会连累太后 启禀太后 李太后所言甚是 皇上有十一个兄弟 只有两位册封亲王 皇上对云王 更是宠爱有加 既然蒙受皇恩 更不应该如此胡作非为 就算她胡作非为 皇上也是会护着她的 皇上对太后您 是不敢怎么样 可是对你叹化 那就难说了 哀家不甘心啊 李太后 一定要为不能说话的德安公主 吐一口冤气 套回公道 太后 您也该替李太后想想 皇上是给了您面子 下了圣旨 而皇上一直不同意 让乡也之事 来追查这件公案 就是太后您到了紧要关头 也不能挺身而出 您叫李太花怎么办 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要民意没民意 面对的又是有权有势的王爷 李太花 你行侠仗义 不通名利 哀家十分的钦佩 当年先皇驾崩之时 留四了三面铁券 这一块 是留给哀家的 宫中只有君臣 没有人之大轮 儿女师父沙漠之事 历代亦有花生 是你 李太花 小明在 这一块您拿着 替哀家把这件公案办下去 太后 拿着 奴才请太后收回偿命 为什么 这救命的铁券 竟能随便送人 只要能够救得了驸马 能够让德安公主沉渊大白 哀家死人无害 但是不能连累李太花 爱情 放手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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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是 东赛赛 东赛赛 摆驾回宫 是 恭送太后 大哥 我去张罗一下吃的 据我了解 到目前为止 金驸马失踪 以及那盛传五万官定 失踪这点公案 与金钱帮并无关联 的确毫无关联 既然一开始就没有牵连 上官帮主 因何要卷进来 人生在世 不是争名就是夺利 当初成立帮派的时候 取名金钱帮 固然是以金币作为 联络器物而得名 其实也显示 上官帮主非常地爱钱 如今有一笔两百五十万两的巨银 当然会为之心动 恕我插一句话 这批巨银到底有没有 还是未知数 就算有 恐怕也是看得到 拿不到 看得到拿不到 看看也好 这是贪的天性 我了解二位的意思 想要我劝劝上官帮主 我恐怕无能为力 上官帮主性格刚硬 比人的话 他多半听不进去 江湖上就是有许多人 喜欢躺浑水 我已经吃饱了 三位慢用 告辞 请 这个金无命 是上官金鸿的爱教 别想笼络的 这个人笼络不了 也收买不了 他只做他愿意做的事 来 客官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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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花好霸气 好 今晚务必要来 就算是阎罗王设下了炼狱业 我也照去不误 恭候 请 没错 昨晚碰到的就是他 他就是云王 说那块免死铁雀 没什么用处 那倒未必 乌骨人还是行的 首先我不会绑手绑脚 说起话来 嗓门都大多了 大哥别说了 我们去吃饭吧 李相公 请用茶 有劳姑娘的 这位壮士我可见过 这位姑娘怎么称呼啊 我叫孙小红 你就是说说的孙小红啊 怪不得你那个小李飞刀 说得那么精彩 原来你一天到晚 都跟着小李飞刀啊 老人家 今天有几个问题 要问清楚 事关金驸马的生死存亡 请二位要说实话 李相公 上一回 我们也没有说骗人的话呀 姜姑娘上次说 驸马爷曾经私底下跟你说过 他厌倦了富贵的生活 想带你远走高飞 回归田园 可曾有此一说 嗯 驸马爷是这么说的 我也听说过 德安公主贤淑善良 太后更是疼爱有加 金驸马既然弃之于不顾 要和教方的歌迹远走高飞 像这种万恩负义之人 值得托付终身吗 叹花相公 你误会了 金驸马他所谓的远走高飞 是要带着公主 他和公主已经商量过了 他一再表示 公主对他恩重如山 情深似海 他绝不会抛弃公主 南月姑娘 不过是他的一个偏房 所以要他好好地伺候公主 是这样的吗 是的 上回相公没有细问 所以我也没有多说 只要细问 两位才肯多说 这一回轮到老人家回答吧 两位一老一少 都是辅导人家 住在这种深宅大院 又没有人骚扰 想必 背后一定有人保护对不对 不敢欺瞒叹花相公 确实有人暗中保护 那人是谁 这我不能说 是啊 这的确不能说 因为那人有言在先 假如我们卸了他的底 他就立刻撒手不管了 我再请问姑娘 南欢女爱两情相悦 彼此一定会 互相送一些饰品作为表迹 库马可曾送给姑娘什么事物 我不是个贪图富贵 爱慕虚荣的人 上一回 他送我一条小小的聚恋 我都不要 他也不是百阔百谱 挥霍无度的人 每次来看我 花费的银子也有限 库马可曾有一些物件 交由你保管 天哪 难道李相公会以为 驸马爷会将那五万钉官银 交我带他收着吗 这是不可能的 就连那一两八千的碎银子也没有 我说的倒不是那些金银珠 而是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 虽然没有价值 但是很重要 比方说一封信函 一本账簿 或者是一把钥匙 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有人习惯把重要的钥匙 挂在银链上 套在脖子之间 姑娘是否见过 没有 除了皇上所赐的 一挂巢珠之外 他身上没有带任何的东西 连位可以放心 到目前为止 驸马爷还溅在人间 真是菩萨保佑啊 这位壮士 驸马爷最后会没事活着回来吗 这我倒要问问您老人家 照常情 驸马爷出事 你们应该火速离京 而你们却冒险留在这里 那个让你们留在这里的人 一定曾经告诉过你们 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你们一个比一个零 谁也瞒不过你们 王爷说 什么王爷 还皇上呢 说不说不说 都说了一半了 对对对 是一位姓王的大爷说 说金驸马 命中有一劫 这前段过去了就没事了 让我们在这守着呢 好了 不打搅二位 告辞 瞅你 差点就说溜溜嘴了 没关系 他们是站在咱们这一边的 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 这朝中有两个王爷 一个是福王 一个是云王 你们怎么知道是哪个王爷啊 父王乃是皇上的长兄 已经午时开外 热衷佛里 终日打坐参禅 一定是这个年轻的云王 大哥 别回头 继续走 有人跟着来 几个 就一个 莫非又是那个杀手 如果真的是他 那就太好了 小红 一直往前走 在同雀台前等我 阿飞 留在这里 不要让他跟上小红 小心点 嗯 你受伤了吗 太快了 比闪电还快 我连他长得什么样子都没看到 走 走 回去再说 从左到右 伸线一样 刚好让你流血 似乎 只是想让你留下一条 能做起好的疤痕 这剑法实在太神奇了 朕丢脸 一点也不丢脸 你的铁兵器上 已经沾满了血迹啊 而且 还有一点点肉屑 你也伤了他 真的吗 你一点都不觉得吗 太快了 不过一眨眼的功夫 小红不进了 红雀巷口没有人 也没有回客栈 大哥 先别急 再多等一下 也许 他发觉了什么 不可能 一定是出事了 大哥 你别动 好好坐着 你看大哥急成那个样子 我怎么能做事呢 你以为他会去哪里啊 他呀 是去找我们家小姐 去求助吗 恐怕不是 连续杀死金钱帮六个人 刺伤上官飞远 伤了我 方才又伤了阿飞的那个刺客 跟你有何关联 如果我要杀人 或伤害别人 我会亲自动手 我会躲在背后 所以我的回答是 这个杀手与我毫无关联 谢谢 这个回答让我松了一口气 第二个问题 您与云王之间 有何关联 我阳门自曾祖父开始 祖父 父亲 三代标师 虽然与宫门中人 保持良好关系 却无深交 至于王室 更是无从来往 所以你提到王爷 从未见过 更谈不上任何关系 姑娘为何来到京城呢 受人请托 处理一件棘手的事情 那个人是谁 行有行规 从开始接头 到所托之事半托 我不必知道是谁 也不能够打听是谁 你是受托 去处理传闻中 我故所失去的那五万关键 你这个问题太过分了 对不起 算我失业 我收回这个问题 我之所以 问出这一连串的问题 那是因为 因为你跟阿妃都受了伤 疲有智商事小 自尊心受伤时大 所以才一动一息的 行走江湖啊 受伤是常有的事 而是孙小红失踪了 这是下五门的作法 我无法接受 倘若孙小红受到什么伤害 我怎么对得起她死去的爷爷呢 你是说小红姑娘被人劫死了 金红仙子虽然外表孤傲 但是内心却是热情的 她所说的话 句句都诚恳 有些她不愿回答的问题 她让我自个儿去猜 如今情况非常明朗 她只不过是负责处理 那些银两的事情 而其他的行动 则有另外一支人马处理 只是我一时想不通 究竟是哪一位江湖人婿 在幕后操纵 大哥 我们该主动出击的 时间过了这么久 小红还不见仁义 芭城是出事了 我先回客栈换件衣服 再来找你商量 好 去吧 进来 小鱼 吃过饭了吗 阿飞叔叔 你这辈子啊 也逃不到小红阿姨了 小鱼 我说东你就说西 我可是跟你说真的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正经过 我告诉你 小红阿姨到王府做王妃了 大人可不许欺负小豪 小鱼 快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我 不是我知道什么 而是我亲眼看到的 你跟我走 不 IKEA 小心 凶呀 快走 是 monk 祝福 救命啊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小云 你确定小红阿姨 是去了云王府 阿飞叔叔 我别的功夫没练好 脚底下的功夫还不错 别说是罗马套车 就是野兔 又未必比我跑得快 马车停在王府 东侧的脚门前 一个高壮的汉子 把网子往身上一背 像背山珠似的 把她背进了云王府 可别怪我形容小红阿姨 像头山珠 你想想看 人被绑住 刺取死命的挣扎 那不像令人逮住的山珠 像什么呢 小云 答应叔叔一次 就这一次 待在客栈里 哪里也别去 你的一次格外多 原来你是让我一个人 待在客栈里啊 我跟李叔叔 要尽快去营救小红阿姨啊 我参加一个 我不希望你在这种情况下 跟李叔叔见面 我不理他就行了 小云 你听话 有你在我们会分心的 我会听话 可是我的双脚不听话 阿飞叔叔 用你的竹片剑 把我这双不听话的双腿砍断吧 小云这个孩子的行为 一定要加以约束才行 大哥 小云虽然内心充满了仇恨 但还不至于故意坏我们的事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担心再这样下去 可能会增加他的危机 小云刁钻精灵 他会保护自己的 大哥 现在我们怎么办 不要仓皇师座 可是小红在他们手里啊 他时时刻刻都会有危险的 以我的推算 对方只想抓小红当人质 作为对我们牵制的手段 目前为止 不至于伤害到小红 反正 今晚我们就要去赴宴了 方总捕头不请自来 莫非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啊 相关帮主 若非您的召唤 我方牙可不敢来打酒 我是奉命而来 哦 福尹大人有几句话 要我转靠帮主 福尹大人说 请帮主做买卖 要像个买卖人 不要有什么江湖动作 尤其是在这段日子 不必要安静一点 这是什么话 我做买卖上缴税捐 福尹大人那边 一年三节的奉紧 不曾少过 买卖上 我公平交易同所无期 什么叫做安静一点 安静两个字 是我方牙改的 按福尹大人的意思 是安分一点 我哪一点不安分 还有 什么叫江湖动作 这江湖动作 按我们三班捕快的标准是 拉帮结派 聚众开堂 泄斗厮杀 这都算是江湖动作 我说上官帮主 这是京城 是天子脚下的 福尹大人也有他的难处 要负责京机的治安 又要看东西两场 两位公公的脸色 景一位指挥使那儿 也不好伺候 这绝对不是福尹大人 要跟你过不去 一定是有更高层次的交代 好 你帮我查一查 到底是哪一位大人物 要跟我上官金虹过不去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